當你離婚之後 也有很多人看不起你 有 很多人突然間不理睬你 覺得你沒有了教材 會覺得你以前是豪門 現在你什麼都沒有 這麼高 我不可以說 家暴離婚 劉坤銘學校爭仔 劉坤銘學校爭仔 我沒有福氣做佛太 日前劉坤生日 結果鬧出前夫劉坤銘 在校門前面搶仔事件 一直默默忍奏前夫所作所為的她 決定不再啞忍 8月24日 劉坤在杜谷日本餐廳開生日派對 之前特別接受本行獨家訪問 細數與前夫之間的瓜葛 出發點我希望她用愛 去解決這件事 用愛 出於愛 不要出於任何自己的私心 不要出於任何自己的行為 各方面的事 但是都做不到 因為她發了很多律師信 過來 最壞打算的就是 生我兒子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最不開心的 反而是對不起我媽媽 這半年令她身體很差 她知道要不出律師信 各樣都一筆龐大的費用 她都很擔心 也知道她為何會這麼不講情 做一些事情 所以她都很失望 她說她的自民都對她很好 多年來 她覺得三個孫很慘 講到媽媽因為激心 因為擔心搞到搶生腫瘤 我看到她突然間老了很多 一刻一向堅強的羅琳 終於忍不住 其實我不是想別人說 寫我哭訴 其實我不想 我一直以來 其實都是笑著這樣 對著 就是我不想讓兒子 見到我不堅強那面 結婚18年 羅琳和劉坤明 愛過痛過 最後走到離婚這一步 兩個人為了三個兒子 為了善養費 撈上法庭 有指離婚道火線 是因為家暴 因為有人動操 其實我自己有兩個底線 一個就是第三者 我們兩個都沒有 另一個就是 另一個底線她過了 其實如果不是她做這件事 我會繼續忍下去 但我不可以透露 我不想影響她 好 明白 年過四十決定離婚 前路茫茫 羅琳最擔心 始終是三個兒子 其實在頭過半年 講到頭過半年 我真的很徬徨 因為 嗯 我都不小 我的朋友都在笑我 我女朋友很close 你離婚你就三十多歲離婚 你四十多歲離婚 她說 你還可以做什麼 那有三個兒子 她就知道我很想 嗯 繼續跟三個兒子住 那你自己又要做事 你怎照顧三個兒子這麼辛苦 這樣說 那我說我真的很不捨得 始終都是媽媽 三個兒子 嗯 是心頭肉 傳聞離婚之後 前夫不單止沒有負擔生活費 甚至調走資產 羅琳為生活拍戲 重新打工 毫無怨言 但面對未來龐大的律師費 她始終憂慮 如果去恨一個人 自己都會很辛苦 前路怎樣 我都不會擔心 因為我不是有錢出身 就算我真的衰到沒有錢 我都可以生存 還有我家人我媽媽都說 無論怎樣 吃粥吃飯都好 我們一家人都在一起